好 看到民眾呢不滿這警方在早上來清場 現在呢是包圍中正義分局收走 已經有衝突發生 現在又爆發新的一波衝突 詳細的創況連線的主播陳彥宜 好的 雅婷馬上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中正義分局這裡的最新情形 因為呢今天這群反服貌的群眾 他們不滿說中正義的分局長方樣林 今天早上突然的突襲驅離 也因此呢他們是號召民眾來中正義這邊抗議 剛剛呢是有警力邀請來支援 結果呢和民眾爆發第一波推起中途 看稍早畫面 好 現場的民眾聚集呢已經有將近500人了 而警方方面呢現在是不敢大意 他們呢除了中正義開出了100名警力之外 這市警局也先播出了4個分隊 有將近在現場有300名警力 來到現場呢希望支援 可是剛剛警方的警備車 他要開進來的時候呢 這民眾突然發現了警備車 也因此呢大家都回頭 結果呢就靠著這人群的攻勢呢 把警備車給嗆走了 在剛剛呢這個警備車進不來 也因此呢鎮報警察最後查會決定呢 是用屠庫行走的方式 要走進中正義這邊來支援 也因此在剛剛是爆發了第一波的 這警民推擠衝突 而其實呢在中正義的部分呢 他們剛剛大概是6點25分的時候 已經舉了第一次這非法集會的牌子 這案法呢是第三次可以依法驅離 但是目前呢在現場的民眾 可以說呢是越聚越多 而其實時間回到大概是下午5點半左右呢 在當時反服貌的群眾呢 他們是聚集在中正義分局 前頭呢來開記者會 他們表示說呢中正義分局呢 這昨天晚上明明就已經 跟公投顧台灣聯盟的 這一些阿公阿伯說好了 說呢今天不會驅離他們 但沒有想到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警方是突襲驅離 也因此當時呢造成了 公投顧台灣聯盟的蔡定貴教授呢 這差一點點被公車撞傷 現在還在醫院裡頭 讓這一些反服貌的民眾相當不滿 所以今天呢來到現場 這一方面呢高喊著要這中正義分局長 方養明出面來說清楚 但是呢警方當時看到這現場人真的太多了 也因此把鐵門都拉下來 民眾呢則是聚集在中正義前頭 大喊說我要報案要警方開門 目前呢現場的人數呢是持續的在增加當中 而在網路上頭呢這一些反服貌的群眾呢 他們也是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呢 能夠在下班下課過後前來支援 在台北車站這邊原本的四線道 現在幾乎是民眾站得滿滿滿 這對街呢還有人爬上了樹上 希望呢能夠透過比較高的視野呢 來看到這警方到底目前有什麼樣的動態 而警局目前呢是派出了大概有300名的警力 在中正義這邊呢前來支援以及呢防備 而在立法院這裡呢是還有9個分隊 大概是有450人待命 但是他們的任務呢主要是怕這一群群眾呢 會不會來到立法院這邊 也因此他們說呢是要防堵入侵 而在剛剛呢中正義分局已經在6點25分的時候 取了第一次牌子 稍後呢如果有更多的情形 我們將會隨時為您插播 把現場交還棚內 好的謝謝燕營看到民眾的不滿 警方在今天清晨強制清場